男子躺在马路上表情相当难受 晚上骑着机车出门 没想到和另外一台机车发生擦撞车祸 左脚受伤血流不止 救护人员一度想将他台上担架送医 但由于男子体型实在太壮硕 只好请一旁路人也来协助帮忙 三个大男人也没办法 最后只好请这名男子自行慢慢起身 缓缓走到救护车旁边 要爬上救护车上时 因为体型关系似乎有点卡卡 看起来相当不方便 费了好一番功夫 男子终于上了救护车 但下车时也是费了好大一股劲 在救护人员搀扶之下 总算躺上了急诊室担架 由于这名男子的体型相当壮硕 那我们通人原本要从后方的车厢 车门路内 那不得骑一本无法上车 男子体型壮硕 体重大约150公斤左右 也让救护人员要将伤者送上救护车时 一度乱了手脚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还好男子的伤势不严重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也让这个超级救援任务成功结束 记者侯国文 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